大家好,我是Chic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信 二甲今季都齡打比第二輪賽事將於星期六深夜進行 拖連盧回到主場會再戰祖雲達斯 直播到時會直播這場賽事 祖雲達斯近期暫和兩連勝,後防一球尾失 加上近年交手拖連盧都有輸沒贏 所以祖雲達斯今獎應該獲得硬3分 拖連盧最近表現不穩定 近七輪聯賽只贏兩場和兩場輸三場 上輪面對弱隊,欣波竟然在最後2比3的比分輸 之前兩連勝就這樣完結了,士氣方面應該受到一定打擊 留意近期拖連盧入局的速度並不快 最近五輪聯賽只有一場能夠在上半場入球 如果聚焦回主場聯賽方面 球隊更加連續五個聯賽主場未能在上半場入球 相信金將亦不例外 雖然今季首次交手祖雲達斯 湯連盧能夠踢出5-5開的控球率 但總射門數是10比17 以及角球數是3比7 這方面亦相對處於下風 所以金將主場出戰亦不宜高估 人腳方面後衛舒策斯,前鋒柏力基都要相決 祖雲達斯方面近期先後 零封擊佩拉素和費倫天娜取得兩連勝 處於多場不勝後,現在回到最佳狀態 目前剩下的幾輪賽事中 雖然祖雲達斯奪冠無望 但由於與第五的羅馬只有7分之差 所以祖雲達斯未必能以聯賽前四結束今季的爭奪 所以他們一定要搶分來確保來界的歐冠席位 所以增勝動力是十足的 有利的是祖雲達斯手握絕對的對賽優勢 2015年11月至今祖雲達斯 面對拖連盧取得15勝4和不敗 最近8次賽拖連盧取得7勝1和絕佳表現 另外華河衛今季已入了15個聯賽入球 是聯賽銀虛獎的大熱 相信他帶領之下祖雲達斯應該能夠全取3分 陣容方面前鋒法基奧利和米歷都要因各種原因缺席 在 確給你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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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